第一个是又深又长的事业线 在这种情况下 工作运气会急剧的增加 会在工作当中取得成功 有强烈的工作欲望 似乎比任何人都更努力 付出越多回报越多 如果是你付出努力 就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每次换工作 地位和收入都会有望提升 获得更高的职位 并且积累大量的财富 因为你本身事业线很深的话 一生的工作运势都是比较稳定 都不错 但是如果环境不适合 不适合自己 可能就无法发挥 他的全部的潜力 那么第二个是 食指熏工裁卫的一个方形纹 食指根部成为木星球 矩形的波峰 是形成正方形的短线 也有可能是井字纹 或者是正方形 或者棱形纹度 这种棱形的出现 如果是有的话 就会出现某种问题或者障碍 可以通过采取措施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无意间的 可以带来更大的结果 似乎有某种妄人的一种嫌疑 靠着无中生有的这种称呼 而名扬四海 这个是一种 而且还有可能会得逞 直白一点说 就是走了狗屎运 据说在工作当中 为社会可以做贡献 就是说 报得大名 在生活当中 出人头顶 通过领导率 可以获得成功 甚至有可能会增加自己的财富 第三个是幸运线 幸运线是努力线的一种 是指从生命线开始 一条支线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但是它大致的朝向是朝向无名指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据说是可以 迄今为止 所做的努力 都会开花结果 就是之前所付出的一切 都能够获得比较好的结果 运势会大开 工作运势提升 能过上充实的生活 这是生活当中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工作会带来各种好运 如果是幸运线 也就是这条上升线 是又深又长 据说造化的力量会更大 志气更足 幸运的时间 可以在生命线的起点 可以找到 生命线跟食指 垂直线是交叉的点 是20岁 可以根据交叉的点 来判断幸运的时间 来判断幸运的时间